我中生半夜不睡觉 不只跑到超商嬉闹 还动起歪脑筋 将电动车骑进超商 一群人不断嬉笑 锅盖头的这位负责骑车 后头还不止一名同伙在拍 就这样骑了大半圈超商 在货架内不断穿梭 事发生在新北五谷一间超商 26号凌晨 一伙人疑似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挑战骑车绕超商一圈 不只无聊当有趣 事后还将影片上传 现实动态相当嚣张 蛮夸张的 大半夜的啊 这样也会干扰到人家 影业会吓到人家 年轻人搞怪没底线 不只将车骑进超商 甚至连安全帽都不戴 这下不只行为被踏罚 恐怕还得吃上罚单 同样也是离谱骑车 中和这位更危险 绿灯起步 马上听见引擎轰隆作响 随后骑士拉起车头 直接在路口撬狗链 一路狂飙好几公尺后 才甘愿将车头放下 仔细一看 当时骑士左边有连接车 前方还有水泥车 要是不小心摔车 后果不堪设想 警方表示 翘孤轮属于危险驾驶 可以倒交条例 四三条开罚 千万别为了一时耍帅 事后罚单脚不完 这个姚立强游涛 新北三号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 那边走 对啊 看到了 你们在干嘛 下来下来下来 远景巡逻发现 怎么大半夜的 有人在屋顶上乱跑 一问傻眼了 什么素材 需要跑到屋顶才能取得 远景没这么好呼咙 一查才发现 原来男子鬼鬼祟祟 全为了这个 二楼外墙全都不满涂鸦 原来两人所谓的素材 就是大楼外墙 拿着喷漆到处画 警方发现 两人这回一共带着29罐喷漆 准备大显身手 但画到一半就被发现 事后也被依设违法裁罚 但两人不服 离开警局 又动起歪脑筋 走出派出所 没反省 拿出立可白 在警用机车一路到 对警用机车及墙壁等等 写上各种不雅字眼 远景一看傻眼了 立刻将两人在意回损等罪送办 但检察官认为 警车的涂鸦已清洗干净 没有达到不堪使用 因此回损罪 不起诉 无法构成刑法的毁损罪 但是仍然是会触犯 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九十条的规定 是可以处三千元以下的罚还的 面对立可白挑衅 警方就回无能为力 但民众可别抱持侥幸心态 毕竟涂鸦就是违法 万一踢到铁板 恐怕后悔莫及 就来一场游涛台北相当报道 白色轿车缓慢通过路口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对象一样黑色休旅车 完全没减速 碰得硬身撞上 轿车瞬间往左打滑偏离 一位国中生气轿踏车 正巧经过路口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他根本来不及闪 轿踏车就被卷入车底 他赶紧跳车逃命 救护人员获报 十万火急到场 就在二十三号下午五点多 二十九岁张姓女驾驶 开车行进花莲公正街 遭到六十五岁马姓男子 疑似闯红灯蓝腰猛撞 车辆时空偏离滑行 直至撞上一旁的脚踏车 经过的十四岁杨姓学生 好在他反应够快 紧急汽车逃开 才没发生严重意外 了解为六十五岁马姓男子 驾驶自小科车 疑似闯红灯 撞击东向心行驶的 二十九岁张姓女驾驶 在推占对象 十四岁杨姓男童 提供的电动辅助自行车 造成三车受损 其中两人受有伤害 再开一次这惊险瞬间 实在让人捏拔冷汗 万幸的是女驾驶和学生 仅受轻伤并无大碍 目前已送医治疗 治愈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理清 记者留纪焦王志文 范雅乔 花莲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蓝色小货车开进市场 直直往摊位撞下去 还倒车再撞一次 摊位遮雨棚卡在货车 挡风步离上 倒车时直接被扯坏 雨伞货架东倒西歪 商品散落一地 旁边卖菜摊贩也遭殃 人在里面他直接撞下去 而且连续撞了三次 绕了三圈撞了三次 这样还没完 市场警卫看不下去 上前阻止驾驶 却被他出拳殴打 大人又撞瘫的 三十二岁许姓男子 在台中雪南市场 卖水果 他长期跟隔壁的雨伞摊 有摊位大小争议 同时不满对方遮央伞 挡到自己摊位 上午八点多竟然开着货车 冲中雨伞摊位 造成三十八岁许姓老板 小腿擦伤 连上前劝阻的警卫也无骨挨走 所谓拿手机把拍摄录影存证 他就不管去干嘛 那警方到场后依法将许男逮捕 依伤害毁损现行犯 移送地检 附近摊上说 许姓男子长期酗酒 还曾把另一名警卫打到住院 这次进大胆开车撞贪犯 再度打人 脱续行为如同不定时炸弹 大家都在同个市场做生意 又是可以好好沟通 却伤了何气 记者中二元节台中报导